五星級 週季飯店 五星級 好開心喔 雖然這次是出差 但是感受真的是很豪華 你跟大家報告一下啦 報告 這次合作是什麼 你不是說不要在第一天這樣講 你每次都喜歡把一堆事情現在講出來 好吧 他想要賣館子 我覺得我本來想要跟大家 既然這樣的話 我們等一下自己影片看下去就知道了 我連續點到兩次耶 都是同一個地方 好久喔 想要算了算不起來 我們何德何德 你知道我們是誰嗎 是誰 我誰都不是 我就只是一個愛吃 然後大學念國貿系 然後畢業以後是媒體 就是品牌公關 但是這些東西都沒有任何的專長 我的專長是什麼 可能是收鞋子吧 的人 跟車子 跟這個馬牌輪胎一點殺回關係 都沒有的人 今天車都不會開 怎麼會找你 對 如果到時候教練跟我講話好不好 剛才他說 教練跟你講一下他 駕照拿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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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我信任他 但是他只有開過十次 不開車十次開十次 你別這麼嚇我 總之 今天我要先好好的享受這個美好的晚上 還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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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裝不上 還不錯 你這個素材不會用 還有 只看到你屁股啦 欸 自動的喔 哇 哇 可以看到雪梨大橋耶 哇 還可以看到雪梨耶 哇 劇院耶 果然是五星級飯店 真的耶 這什麼 這什麼 裙子 我這輩子沒看過你穿 色類型的衣服耶 想說 應該是這個時候 應該是這個時候了 所以 買了一個感覺比較不一樣的裙子 不好看 不會不好看啦 就很 特別 什麼意思 Y2K吧 不能看鏡頭 哇 哇 多多 好像難得一個 比較偏正式的打扮 因為人家第一次找到本來 這種比較正式的地方 然後他現在是一個開幕協會 然後一個心情發表 我就覺得說 一定有世界各地的人 其實還真的是有世界各地的人 我還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還是不知道為什麼 你叫我 喂 喂 喂 謝謝 喂 小米亞 喂 我一開始 我真的認為 輪胎 它就是四顆讓車子動 然後你去修車場 說要換了就換 要換哪一個牌子 就換哪一個 比較被動 就是維修人員講什麼 你就做什麼 我覺得還不都一樣 所以我也想要透過這一次 看看到底有什麼差別 我聽得懂英文了 我完全聽得懂 我完全聽得懂 這個 還有很開 原來這就是正經的新品發表 我現在是V-1 首播的預告 這是我的名字喔 這是我的名字喔 你的名字喔 你的 但是我不敢吃生蠔 那今晚會 不要喔 我不敢吃生蠔 你可以幫我吃嗎 很深耶 我是生蠔 哇喔 怎麼有這個空間 它內褲使用了很多的可循環材料 大家知道是theability 來來 請問一下喔 你剛剛有專心上課的話 你記得這兩顆是在幹嘛的嗎 就是告訴我們說 他們有一些特別的特技 就是你這樣子一壓的時候 它不會馬上爆掉氣壓 都維持在這裏 都是維持好的 大家是在這裏 都可以自己在試想 都可以自己在試想 都可以自己的冰子不夠長 你幹嘛真的耶 是不是可以穿到底裏過去 對穿過去 一定是可以穿過去 當然就是 如果是被那種給小的人 一戳的話 那提完的話 這邊還是沒辦法 喔 妳也有在聽耶 這邊的話是看它的抗照片 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來試一下 好 好 好了 好了 有差耶 哇 妳真的臉皮很厚耶 哈哈 然後學到一個 下雨天的時候這邊會排水 然後側面它這邊也會有進水 然後從這邊排出來 下面就是有一個下水道的管線 既保證它能降到的功能同時 又可以保證在雨天的時候 能夠對這個濕地排水比較有幫助 想在裡面兩下 喔 平均是0.26秒 喔 OK 再來一塊喔 0.4 沒關係啦 還要 小遊戲而已 欸 不能摔一次耶 0.31 還不錯啦 還不錯啦 Sorry 大家都只是差幾毫秒而已啦 0.3 對不對 我也不是啦 哈哈 我們明天最主要要試的 就是他們的新品發表 就是這個輪胎 MC7 我剛剛已經聽了超多的簡報 雖然我覺得那個簡報講得很浮誇 失地很不會滑啊 然後幹地抓地力又強啊 然後聲音又小啊 然後也很耐用啊 成功性又好啊 就是你知道這種產品發表 都一定要說自己好棒棒嗎 遙遙領先 要看明天多棒 對 明天我就看他多棒棒喔 不造假 非常非常難得的機會 我們想說我們這次來到這個活動 然後可以遇到他們的大老闆 有些問題想問他 沒有 想問一些偏 偏肥的問題 希望大家可以回答 你記得人生中有開過第一台的車嗎 我去買一個 我買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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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買了很多的第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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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買了很多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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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這個輪胎行業的工作中 你有沒有覺得有一些好處 例如輪胎不用錢 我通常塞車手啊 是不是 當然 那第一件事 我覺得 這件事 我最愛的主動車 最愛的主動車 是 比如我們 我去骗子游滑 那是我的工作 明天 怎么感觉是这样 就是什么 我感觉很难 我觉得最大挑战 是 我只能有24天 我希望能工作更多 因为我喜欢做的事 我很好 所以 好多钱 多少钱 我可以告诉你 对吗 你还是否有不过 有不过 所以 我其实可能会做这个工作的仅仅 但不要告诉我老板 我爱我做的事情 我会做的事情 但... 我会! 你会做的事 你会做的事 我们其实有办公室的地方 我们可能会做的事 但我们的特别是 我们的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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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英文的重点很重要 到了我们的赛车场 太夸张了吧 哇!还有人欢迎耶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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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开心耶 你还不知道等一下要干嘛是不是 我大概知道 反正就是跟赛车有关 可不可能去游泳 嘿嘿 第一关是干地的操控能力 现在的话 你就是要做两个车 然后要测试一下 那个感觉 然后要测试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 MT7的这个轮胎 我现在还没有任何的概念 就是说 轮胎的差异现在有多大 所以到时候要实际乘坐 或是驾驶才知道 他今天也有带他的国际驾照 所以他也有可能会开喔 先不要 先不要 后面还有人要用这些车 我们现在要先来做这个 Porsche 911 当一下乘客 给他标一下 可以吗 我当然可以啊 我也可以啊 我也可以啊 那你跟我不平靠 哇 操控器好好喔 而且我刚刚看你还在单手耶 还没用到双手 这里第三个小热点 我们减速在前面做一个调度 OK 我待会稍微加点数 看看能不能 可以 可以 有什么东西抓住 OK Let's go 感觉看能不能 飞飞 哇哦 快看la 啊 啊 巨弋好强哦 啊啊啊 啊啊啊啊 啊啊啊 啊啊啊 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 現在嗎 現在嗎 對 開始加油 還要什麼啦 蛤 你們好加油的 我現在手還在抖 其實它操控性超強的耶 因為我反而是我自己害怕 我就是油門一直沒辦法踩下去 踩到底 然後煞車會不敢踩到底 但基本上如果我每次給它一點點力量的時候 它都會依照我的操控 然後去轉彎 然後也沒有任何speed的感覺 就是你覺得它還是有很安全的紙非常長 所以它抓地力跟它的輪胎真的厲害 基本上就是我打哪就轉哪 很嗆欸 然後我剛剛覺得我後面那台應該很討厭我 對 因為前面那台太慢了 我很抱歉 贊領 我很抱歉 我們現在來到的這個濕地刷車的關 這除了要測驗MC7的刷車能力之外 也測試了駕駛者的心臟能力 沒錯 因為等於你要在濕的環境下全刷車 一般人是不可能會這樣踩的 那其實我也蠻想知道說 輪胎對於這種濕地跟乾地 差別到底會多大 而且重點它現在只有兩個不一樣的輪胎也是比較 據說它另外一台選用的輪胎 也是世界呵呵有名 然後它 太明顯了吧 反正就是大家會選的輪胎啦 不用特別講 同性能的輪胎就這樣 就是 哇 哇很快欸 喔 哇喔 現在最快的話是21.93 這個是距離嗎 對 搭車距離 搭車距離 所以越短越好 我今天看的最短的它是20.73 喔 20.73 你20點 9就可以了 我 先說我駕照拿10年開車10次 那沒關係 正常我媽駕照拿30年開車兩次吧 喔 可以沒問題 所以你可以把我當成你媽 呃 喔 的教法 那你要不要換人了 呵呵呵 體力的第一趟 好 結束了 我要來囉 來來來 沒事了 來吧 OK 繼續踩 不要碰 不要碰 踩著 踩著 你去了 踩著 踩著 OK 照車 全力上 可以 23.98 4 stradu 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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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自動 全力上 動力 你看 變短了 23.16 謝謝 謝謝大家 我現在還沒有開馬牌 我們幫他比較 但是我剛剛其實是 直線加速的時候 第二回合是直接全力踩 然後全力踩了以後 它到要煞車的那個地方的話 它煞會 它會有一點點微緩衝 然後會有一點偏左 然後再煞 一點點 就是其實有點害怕 等一下 換馬牌 感受一下 你平常自己開車嗎? 不開 我剛剛一直在講說 我駕照拿10年開10次 3 2 1 GO BREAKING BREAKING 喔 因為如果是 自發的開牌 關於這麼強 過大 我根本沒有強的 這台 這台 MC7的第一個成績 比B還厲害喔 哇 結束了 我真的覺得你好勇敢喔 因為你兩次 你都成功的煞車了 對 但我覺得兩個的感覺 超級不一樣 因為是兩台一模一樣的車 但是是不同輪胎 第一台那個競品的時候 它其實會有一點點 轉彎或者是 煞車會有一點那種 有一點點延遲的反饋感喔 但是我如果還沒有跟MC7比的話 我會完全不知道 它就是一個正常 你開車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那種延遲 但是我用MC7這樣開的時候 首先它的那個方向盤 我的握感 轉彎是轉彎 它反而讓我覺得說反應超靈敏 然後殺的時候 它也是一個很靈敏 這樣子 它沒有那一個滑行的感覺 它是直接爆 那因為是德國馬牌 你就講好話 沒有沒有 這是你要上去 你才知道那個差異那個感覺 這一關的話 是濕地的掌控力 大概在時速60的情況下 你可能過彎啊 然後有一些濕的地方 然後讓你看一下 然後在彎的時候 那個感覺會滑掉 很漂亮 我們現在要坐上 老闆的車 老闆要開車載我們東風 真的是大老闆 Ready 老闆加油 Ready 嗚 WOW 嗚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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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後半段會滑出去的感覺 對 你會感覺到它滑出去 就是它已經 已經在那個操控的邊緣了 極限了 安全駕駛 或安全駕駛 會有更好的穩定性 我希望我們可以展示 它在不同的車 在不同的時間 好我們準備要換 NC7的車了 它其實是相同的車 但是輪胎不一樣 然後駕駛也一樣 所以應該會有明顯的差異 OK Ready Ready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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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老闆的技術有變好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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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老闆很會開耶 沒有 差很多的感覺 雖然我們不是自己開 但是兩台車就是 老闆在開B牌的時候 吃地轉彎的時候 它會先飄移一段時間 然後再煞 所以說你會感覺到非常大的甩位 有一個半徑變比較大的感覺 就是甩超大的感覺 但是我們用MT7的時候 在開同樣的這樣子轉度 同樣的人開 同樣的車這樣子轉過去 它會有很煞車壓住的感覺 你會有很明顯 它就直接卡住的感覺 抓住它的感覺 甚至有那個抓力的聲音 就是讓你感受到 喔 它煞住了 它穩住了這樣 不會飄出去 對 厲害 輪胎真的有差耶 嗯 我們今天一整天在賽車場 然後我覺得原本昨天 聽一些輪胎的簡報 你就不知道它優點在哪 缺點在哪 沒有 它的優點都會講很多啊 對 講得滿 今天真的實際開車 你就可以感受到 原來輪胎的那個花紋 或是那個材料 就是很明顯的感受到差異 操控啊 或是煞車的傷別 都很明顯的你會感受到 一個輪胎原來可以差別這麼大 所以我覺得他們家的輪胎 竟然可以在賽車場這樣標成這樣 然後還這麼安全 那肯定喔 我們一般人 在一般的駕駛上面 就已經是綽綽有益的 然後因為它這個MC7 是特別針對亞洲開發的輪胎 簡單來說就是平常你日常的開車 絕對是夠用的 但你有時候休閒 你就想要有一點競速感 你想要稍微開快車 這個輪胎也是可以符合你的需求 然後它的控制力又很好 就是會安心這樣 所以是特別給我亞洲開發的 那明天我們還有一個 自駕的公路旅行 所以蠻期待的 大家早安 今天我們要來一個公路旅行 對 我現在不是做小麻 我們現在 我們做M3 剛剛看一下價格 大概八九 不離十 八九百萬啊 認真 認真啊 那台幣嗎 台幣啊 有這麼貴 那我肚子好痛 我不是開車嗎 哇 我們今天會跑那個山路啊 跑山路喔 哇 跑山 跑山我可以啦 我以前學校住山上 台灣我知道是山路是體能性的 我都有山道紅色 我不是紅色 滿滿的車隊 大家好 我現在 下了 下一個 下一個 我現在開 MWM3 然後要 DRIVE一下公路旅行 這個RODE 你現在很轉 我想看你開車 會不會一樣這麼轉 教練跟你講一下 他 他有十年的駕照 沒關係 我信任他 但是他只有開過十次 你別這麼嚇我 沒有放心 逢教練都會這樣講 很安全 很安全的 我們就跟著YT就好 好的 跟著YT 對 我們就跟著YT走 YT就是我的神 他的車牌真的叫YT 而且真的是註冊過的 他們真的可以允許 這樣子的車牌在路上跑 所以如果他今天被開馬門 跑到YT 就會知道是他 OK 哇 這個聲音不一樣 往伊利上路了 大家小心 嘿 沒有人知道 太靠左了 好可怕 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我們之前去紐西蘭支架的時候 我伊利有開過 然後他直接開到對象 別這樣嚇大家 哇 感覺上伊利不是第一次開車了 哇 速度蠻快的 那你覺得我有沒有進步了 我覺得你開蠻好的 BREADY 可能環境真的會影響一個人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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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克里進去 小心 打鞋進去 又是打鞋進去 讓他洗火 洗火 完美 太慢了 好玩哦 我第一次體驗到 什麼是公路 什麼是好車好輪胎 什麼是好車 什麼是那種 算跑車嘛 然後那個引擎聲吹哩 那種嗚嗚的漂亮的聲音 然後那種急煞急停 它的反饋感就是 它是零延遲那種 其實是輕盤 然後我的方向盤 輕輕打一點 那一個輪胎就反應到 現在的話 我們來到第二站 只要看到最後一段路程 這個路程會由我們的車神 叛逆節作為我們的 領頭的車輛 開始駕駛這段山路 沿途停靠沒有地方 就是50分鐘讓他跑 開車你好 你好 都是指教 平常比較少開車 不用客氣 你少在那邊謙虛 你們知道不要說了 剛才那個姑娘開的 太好了跟你說 哈哈哈 不但能漂亮 車技也好 我跟那個姑娘 可能有點不太一樣 哇 那個動作反應 真是令人驚豔 你要教練好 我們才可以這樣 對啊 也是教練好 教練不守衛 我們真的是 安心 我們第一要做的 我不得辱罵教官 對吧 也不能辱罵乘客 也不能辱罵乘客 乘客更厲害了 你知道嗎 乘客上帝 哈哈哈 我現在已經做到 非常習慣的實際所開的車 那個感覺 我就是躺著 我都照著誰在開 哇 這麼厲害 就是這麼的穩 這麼舒適 一定輪胎也是幫了很多忙 哦 再加上MC7 不得了 是不是太浮誇了 我可以說一點 我覺得不錯 那我開的還行嗎 太好了 舒服 舒服 好運 對啊 都好 不錯 前後挪運 我看看有沒有聲音 你是不是有魔咒 他怎麼知道我拍片要有素材 你怎麼都會有什麼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啊 車子剛剛一開 他就突然覺得 嘰嘰嘰嘰 嘰嘰嘰 嘰嘰 嘰嘰 煞車沒有好 今天要載鞋手上 這是誰的問題啊 對啊 不能這樣講啊 玩那個遊戲傳傳傳爆了就是他 來來來來 你就帶耳塞就好了 就解決了 是 耳塞帶就解決了 整個車隊都要帶耳塞了 全部帶耳塞都沒事 我給個預告 究竟發生什麼事情 我車怎麼會這樣子 啊 這裡是哪裡 好 撿預告 對啊 我的事程好短 怎麼那麼短 來不及加速 我都還沒有真的 我來不及加速 對啊 是不是塞一個塞的 剛剛教練還說 前面那個女生啊 開始真是好 那個人漂亮 技術也漂亮 但是他有稱讚令嗎 也有 現在的狀況是 因為剛剛路上有經過了一個 類似在施工的路 然後經過過去了以後 我們的車就開始 逐漸有個很高頻的 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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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嘰的聲音 然後只要有一點煞車 他就是那個嘰嘰嘰嘰的聲音 越來越大 所以大家就在開始排除說 到底是我們車還是擦車 現在發現就是他了 真的不是他的問題 他剛剛開得非常穩 你看剛剛那個教練 講得多好 說他多好 他開得很好 很好 所以我們就是 中間聽了一些蟲鳥叫 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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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發現不太對勁 就是好像我們講 一煞車就有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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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嘰 發現不是外面的鳥 所以才這樣子 完全跟他無關 唯一有關的東西可能就是運氣吧 雖然我剛剛只有短暫的體驗到NC7這個輪胎 但還是可以稍微講一下我的感受 我剛剛那段路其實蠻電波的 在電波的時候 它那個噪音的控制其實也蠻好的 轉彎呢 因為我其實速度還沒有起來 所以就感受不到 但前一天在這場的時候 是有感覺到他的抓弟弟是很安心的 你幹嘛現在有點很盪的感覺 不要那麼盪喔 不是你的問題 雖然我知道不是我的問題 但是你想我每次找到好像出去拍攝 都會有一些跟車子有關 你現在沒電 沒有 或是跑到海裡 或是車子拋毛 好像都很常發生欸 都是因為我 今天這個我可以掛保證說 絕對不是你的骨 他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有可能一顆石頭 或者是異物卡進去 一個沒辦法找到的地方 所以才生在那種怪異 跟你五關 你沒辦法預估 好啦 沒家了 再見這個view 這個view真的會讓人家捨不得 好餓喔 好餓喔 好 自己個人經過這一次的活動 我真心覺得德國馬牌 他們不管是在輪胎 或是各個事情上面 他們其實都是滿認真看待的 這個活動他們其實也很認真在辦 每一個細節都掌握得很好 所以大家如果剛好有換輪胎的需求 可以考慮試試看 我覺得啦 後來聽他們講 說實在你都不換輪胎 其實它也不是一個超級必要去換的東西 但是有時候就是一個萬一 一個保險 緊急的時候要剎車 你如果一個打娃娃就完了 我們原本真的覺得說 哇 輪胎這個東西它就是 喔 里程數到了 快抹掉 然後再換一個新的就好 然後這次我們覺得我們回台灣的話 可能會好好的想一下說 欸 下一次輪胎我們可以怎麼換 而且我會主動跟他說 我就是要換手拍子 對 好啦 掰掰 掰掰 我們離開了 得過馬牌的活動 接下來就是我們自己的自助行程 自助行程 有去嗎 我們真的被當飛翔喔 使用過的 謝謝你 光誇獻奇 太扯了 一假一 看下去就知道了 不要受我的綜藝 超老哏